大家好,欢迎来到万卷书轩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文章是 生活和文章都记俗烂了 作者朱光浅 人生是多方面而却相互和谐的整体 把它分析开来看 我们说某部分是实用的活动 某部分是科学的活动 某部分是美感的活动 为证明犀利起见 原因由此分别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完满的人生 鉴于这三种活动的平均发展 它们虽是可分别的 却不是相互冲突的 实际人生比整个人生的意义较为狭窄 一般人的错误在把它们认为相等 以为艺术对于实际人生 既是隔着一层 它在整个人生中也就没有什么价值 有些人为维护艺术的地位 又想把它应纳到实际人生的小范围里去 这般人不但是误解艺术 而且也没有认识人生 我们把实际生活看作整个人生之中的一片段 所以在肯定艺术与实际人生的距离时 并非肯定艺术与整个人生的隔阂 严格地说 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 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 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于人生 反之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 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动 无创造无欣赏的人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 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们的作品 这种作品可以是艺术的 也可以不是艺术的 正犹如同是一种玩石 这个人能把它雕成一座伟大的雕像 而另一个人却不能使他成器 分别权在性别与修养 知道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 他的生活就是艺术作品 或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 完美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所应有的美点 首先一篇好文章一定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 其中全体与部分都是息息相关的 不能稍有移动或增减 一字一句之中都可以见出全篇精神的贯注 比如陶渊明的饮酒师 本来是采菊东篱夏 悠然献南山 后人把贱子物印为妄子 原文的自然与物相遇相得的精神 便完全丧失 这种艺术的完整性在生活中叫做人格 凡是完美的生活都是人格的表现 大而进退取语 小儿声音笑貌都没有一见和全人格相冲突 不肯为五斗米折腰 向相礼小儿是陶渊明的生命史中所应有的一段文章 如果他错过这一小节 便施其为陶渊明 下狱不肯逃脱 灵形时还叮咛主妇 还灵人一只鸡 是苏格拉底的生命史中所应有的一段文章 否则他便施其为苏格拉底 这种生命史才可以使人把它当作一幅画去惊叹 它就是一种艺术的杰作 其次 修辞立其成是文章的要诀 一首诗或是一篇美文一定是自信深情的流露 存于中然后行于外 不容有丝毫假借 情趣本来是误我交感共鸣的结果 景物变动不拘 情趣亦自深深不息 我有我的个性 物也有物的个性 这种个性又随时的变迁而长生发展 每个人在某一时会有所见的景物 和每种景物在某一时会有所引起的情趣 都有它的特殊性 段不容与另一人在另一时所会见的景物 和另一景物在另一时所引起的情趣完全相同 毫离之差 微妙所在 在这种深深不息的情趣中 我们可以见出生命的造化 把这种生命流露于语言文字就是好文章 把它流露于言行风采就是美满的生命史 文章既俗烂生活也既俗烂 俗烂就是自己没有本色而倒习别人的成规旧居 西施患心病 常捧心平眉 这是自然的流露 所以越增其美 东施没有心病 强学捧心平眉的姿态 引人嫌恶 在西施是创作 在东施便是烂调 烂调起于生命的干枯 也就是虚伪的表现 虚伪的表现就是丑 克罗奇已经说过 风行水上自然成文 文章的妙处如此 生活的妙处也是如此 在什么地位是怎样的人 感到怎样的情趣 便出现怎样的严行风采 叫人一见就觉得和谐完整 这才是艺术的生活 俗语说得好 唯大英雄能本色 所谓艺术的生活 就是本色的生活 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 最不艺术 一种是俗人 一种是伪君子 俗人根本缺乏本色 为君子则竭力遮盖本色 朱惠安有一首诗说 半某方堂一见开 天光云影更徘徊 问取哪得清如许 未有源头活水来 艺术的生活 就是有源头活水的生活 俗人迷于名利 与世臣服 心里没有天光云影 因为没有源头活水 他们的大病是生命的干枯 伪君子则于这种俗人的资格之上 又加上幕后而观的伎俩 他们的特点不仅建于道德上的虚伪 一言一笑 一举一动 都叫人不能产生美之感 中流名士的架子之中 掩藏了多少行尸走肉 无论是俗人或是伪君子 他们都是生活中的苟且者 都缺乏艺术家在创造时 所应有的良心 像伯格森所说的 他们都是生命的机械化 只能做喜剧中的角色 生活落到喜剧里去的人 大半都是不艺术的 艺术的创造之中都必欲有欣赏 生活也是如此 一般人对于一种言行 常欢喜 说他好看不好看 这已有几分是拿艺术欣赏的标准 去估量他 但是一般人大半不能彻底 不能拿一言一笑 一举一动 那在全部生命里去看 他们的人格观念太淡薄 所谓好看不好看 往往只是敷衍面子 善于生活者则彻底认真 不让一成一记妨碍生命的和谐 一般人常以为艺术家 是一般最随便的人 其实在艺术范围之内 艺术家是最严肃不过的 在锻炼作品时 常偶心偶干 一笔一画也不肯苟且 王金工作 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诗诗 原来绿子是稻子 后来由稻子改为过子 由过子改为入子 由入子改为满子 改了十几次之后才定为绿子 极此一端可以想见艺术家的严肃了 善于生活者对于生活也是这样认真 曾子临死时 记得床上的席子是记录的 一定叫门人把他换过才名目 无忌扎心里已经按许 赠件给徐军 没有实行徐军就已死去 他很郑重地把剑挂在徐军墓旁树上 以剑心中契合 死身不渝的风仪 像这一类的言行 看似虽小结 而善于生活者却不肯轻易放过 正犹如诗人不肯轻易放过一字一句一样 小结如此大结 更不消说 董胡宁愿断头 不肯掩盖事实 比其饿死 不肯降舟 这种风度是道德的 也是艺术的 我们主张人生的艺术化 就是主张对于人生的严肃主义 艺术家固定事物的价值 全以他是否纳入和谐的整体为标准 往往出于一般人意料之外 他能看重一般人所看清的 也能看清一般人所看重的 在看重一件事物时 他知道执着 在看清一件事物时 他也知道摆脱 艺术的能事不仅建于之所取 尤其建于之所舍 苏东坡论文 未如水行山谷中 行于其所不得不行 止于其所不得不止 这就是取舍恰到好处 艺术化的人生也是如此 善于生活者 对于世间一切 也拿艺术的口味去评判它 合于艺术可谓者 毫毛可以变成泰山 不合于艺术可谓者 泰山也可以变成毫毛 他不但能认真 而且能摆脱 在认真 建于他的严肃 在摆脱时 建于他的豁达 一篇生命史 就是一部作品 从伦理的观点看 它有善恶的分别 从艺术的观点看 它有美丑的分别 善恶与美丑的关系 究竟如何呢 就狭义说 伦理的价值是实用的 美感的价值是超实用的 伦理的活动都是 有所为而为 美感的活动则是 无所为而为 比如仁义忠性等 都是善 问他们何以为善 我们不能不着眼于 人群的幸福 美之所以为美 则全在美的形象本 不在他对于人群的效用 当然这并不是说 他对于人群没有效用 假如世界上只有一个人 他就不能有道德的活动 因为有父子才有词孝可言 有朋友才有信义可言 但是这个想象的孤零零的人 还可以有艺术的活动 他还可以欣赏他所居的世界 他还可以创造作品 善有所赖而美无所赖 善的价值是外在的 美的价值是内在的 不过这种分别究竟是狭义的 就广义说 善就是一种美 恶就是一种丑 因为伦理的活动 也可以引起美感上的欣赏 与贤物 艺术是情趣的活动 艺术的生活 也是情趣丰富的生活 人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情趣丰富的 对于一种事物都觉得有趣味 而且到处寻求享受这种趣味 另一种是情趣干枯的 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没有趣味 也不去寻求趣味 只中日拼命和影区在一块争温饱 后者是俗人 前者就是艺术家 情趣越丰富 生活也就越美满 所谓人生的艺术化 就是人生的情趣化 觉得有趣味就是欣赏 你是否知道生活 就看你对于许多事物 能否欣赏 欣赏也就是 无所为而为的玩所 在欣赏时 人和神仙一样自由 一样有福 阿尔卑斯山谷中 有一条大汽车路 两旁景物极美 路上插着一个标语 劝告游人说 慢慢走 欣赏啊 许多人在这车如流水 马如龙的世界过火 恰如在阿尔卑斯山谷中 乘汽车兜风 匆匆忙忙的 急驰而过 无暇一回首 流连风景 于是 这丰富华丽的世界 便成为一个 无声趣的囚牢 这是一件 多么惋惜的事啊 朋友 在告别之前 我采用阿尔卑斯山路上的标语 在中国人告别习用语之下 加上三个字 奉赠 慢慢走 欣赏啊 好了 今天的文章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的话 欢迎转发和点赞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